老弟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老鐵們 就來了 就是有小老弟們呢 就是有留言啊 那希望我給他們建議啊 因為他看這些殼 有的他都還蠻喜歡的 或者是有的他私訊我 就是說 到底是要怎麼選 他也是 看一看就有點疑惑 那這一集就跟各位講說 你們要有一個基礎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現在把這個手機跟這個殼 就是我最近開箱的這些東西 我認為說你們至少要先了解說 到底防摔殼 還有就是他的等級是怎麼樣 所以我一般而言我們來講說 你一般手機裸機啊 就是 這個就是裸機嘛 那我們裸機呢 可能你裸機頂都是說 裝一個那種磨砂殼啊 所以裸機的等級可能就是說 你裝一個那種很薄的 我說那種很薄的磨砂殼 或者你貼那種像肌膚那種 就是你是要裸機的手感 它是低級的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 就是太大的防摔的能力啊 它可能表面可以去有一點防刮或什麼 可是它沒有防摔能力 所以我們會把它落在低級這一個地方啊 那我們就是通常開始會有稍微有一點點防摔的 我們就會稱為這種叫清水套啦 或者是叫做果凍套或什麼 以前都這樣講嘛 那它就基本上它會比較長的都是這種TPU的 所以這個是第二級的 它有可能它就是很基礎的就是 輕微的它可能輕微的它可以防刮 因為它有周遭有包覆嘛 然後它輕微的防摔 可是它防摔可能也是這個那麼薄 它的就是很薄啊 這種軟的TPU雖然會有緩衝 可是它很薄 它頂多我會覺得大概一公尺吧 一公尺一公尺多最多了啦 就是大概你腰到膝蓋大腿那個距離掉下來 應該還不會壞掉 那如果我們所謂的就是 再來就是第三級這種就叫防摔殼了 就是像Gear4系列這種 它的邊就會比較厚了 它的邊比較厚 然後它可能邊會有灌一些材質 或有的有很多顏色的那一種 這個就第三級防摔殼了 它就比較厚重 然後它大概就是可以到3米4米5米以上了 這個才會在我的心中說這種叫做防摔殼 所以你們現在在選的話就是 你一定會遇到困難的就是說 你應該是要看你自己喜好什麼 所以你越往裸肌的部分 當然它越薄啊 你看它這個比如說 我就拿隨便的這種清水套 跟這種防摔殼 它清水套就比較薄 所以就是跟你們談的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基本的概念 你要先懂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了這些的概念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像這種清水套TPU的啊 它比較薄 這第二級而已嘛 它是很輕微的防摔 所以它比較薄 它拿在手上它的手感 當然會比較輕薄啊 所以就大概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事實上這種防衝狀的 現在也做得不錯 那所以如果以Pro Max我來建議的話 就是你如果都分不出來 你第一個你先去感受說 你是比較喜歡拿輕薄的手感 或者是說你是希望防摔的 但是我跟你們說手感的部分 因為現在防衝狀的殼啊 這種殼 清水套跟這種真的我認為有防衝狀 可以三四五米以上的 它們大概都差10克20克而已啊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這兩個 真正的問題是Pro Max太重 所以就是 我會認為手感的部分都差不多 你會變得是變得說 我比較喜歡怎麼樣的殼 然後它的樣式是不是我喜歡的 或者是說我的環境 我是需要到三四米這種防摔的嗎 還是說我只是應付日常 所以我都會很建議說 你這樣子的話 你乾脆就買一個清水套的 買一個這個二級的 一個三級的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不同的環境 我今天去比較輕鬆或什麼的地方 我就換薄的殼 那我今天可能要出去玩登山 或運動或什麼的 我換一個 可能會有摔到的殼的 機率大的 我就裝大的殼 但是其實它們手感都差 已經差不了多少了 因為大家都做得很好 除非你去買那個很劣質很爛的 所以說比如說第二級的這種清水套 會有什麼 第二級的清水套就是 我跟你們推薦的這種 Spegan的這種 Spegan的這個 我說這個清水套很好的 這個叫做 Liquid Crystal 這種 因為我現在這個沒有打光 你們稍微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再試裝給大家看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這種 Slim Armor Essential 這種它就是第二級的就是這種清水套 這個我就很推薦 因為我會推薦給你們的話 就是它的品質跟它的做工都很好 那等我一下我打光給你們看 好我打光了 所以第二級的部分這種清水套這種部分 我跟你們說為什麼我推薦給你們的這些清水套的好的 或者我現在這些影片推薦給你的就是說 不管是清水套或者這種有三四米以上的防衝狀的能力 我會不建議你們買那種便宜或者原因是 現在我拿這個就是它是比較便宜的 它這個收限或什麼 它就是會有這種 因為我現在是在演示給你們看 所以我先隨便放這個上來 所以它的這種收限或它的做工啊 它會比較不美觀 所以這個就是我談的就是說這種收限 所以我會希望說就是 你們要買要買好的品質 所以我會推薦給你們的就是說 這種清水套這種整個都軟的 我會推薦Spegan的這個 Liquid Crystal 這個是百分之百推薦 它就整個完美無瑕 我可能之後等一下的影片 我會再全部再裝一次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Slim Armor Essential 這個是它除了這樣完美無瑕以外 它多一個支架 所以變成說你再去看說你需不需要用到支架 如果需要用到支架 用這種輕薄的 那就用這個啊 那比如說就是 第二級的話 它還有就是像Hoda這種 Hoda也是落在第二級的這種清水套 可是它的背面是玻璃的 它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背面有玻璃 所以這種清水套它又分兩種 一種是整個都是TPU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玻璃的 那它兩個在插在哪邊 當然這種TPU的 它當然是後面會比較容易有油汙 可是它是整體都是平的 所以它整體都是平的 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因為它不是做玻璃的嘛 所以它這個可以這樣整個都是平的 它不會有什麼凸起來 那可能就是像這種類似的 如果你是玻璃背板的 你會發現它通常兩側都會加高 會凸起來 所以它們的差異會降啊 然後有可能原因是它玻璃的 它如果不凸起來 有可能是不是因為旁邊很容易裂開 這個我們不知道啊 可是它就會各有好處 你TPU的就是整個就是平的 那玻璃的就是它比較防刮 跟它比較乾淨 那就要變成說它的品質也是很好 等於是說你在這種 整個完全TPU的這種 Liquid Crystal跟Holder 你可以去選你自己喜歡的啊 如果你都沒有這類型的體驗 我當然會勸你說 你就買一個玻璃跟買一個TPU的 你兩個都有啊 你有時候想要用玻璃的 有時候想要用TPU的 你就可以去了解說 其實兩個都很好 可是一個只是玻璃的手感 所以就是各有不同啊 那像你有的人他喜歡整個平的啊 那有的人他不喜歡 後面這四個角凸起來的啊 那你就是去選這個啊 那如果你是喜歡玻璃的 你不喜歡塑膠的 那你就選Holder 所以這個是看你的喜好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種防衝狀的啊 防衝狀的就是有一堆了嘛 那像防衝狀這一系列的啊 我們昨天有開箱就是有這三款嘛 Crystal Palace還有這個Wembley還有這個Piccadilly 然後還有一個是Battersea嘛 他們都屬於這種防衝狀嘛 因為Battersea我沒有在身上 我先介紹這三款嘛 那這種防衝狀呢 就是說他的邊就稍微會比較厚了嘛 而且他們的邊會有灌一些特殊材質 所以你如果防衝狀的殼 他其實這個的我推薦的這幾款 他的手感都很好啊 而且他的邊就是都沒有那種 就是他的質感做工都很很細 所以這三款你要怎麼選 也會變成是說你喜歡怎麼樣啊 如果你喜歡全部透明的 就是Crystal Palace的就是全透明的 就選這個啊 那如果你喜歡的是說 這個Piccadilly的啊 Piccadilly的是他 他的旁邊他的這個黑色的是 他就變成是有黑邊啊 所以如果你喜歡側面是有顏色的 你就選Piccadilly啊 那如果你是想要選說 我說特殊的版本就是像這個 Wembley啊 這個Wembley的 你這個就是 你就要去搶啊 所以這個是特殊的款式啊 所以其實G系列都很好 只是變成說 我今天我到底是 我自己是喜歡怎麼樣 如果你是變成是說 我都喜歡 那你就是 或者是你預算不夠 你就是第一眼你看到 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先買嘛 那當然是說 如果你都喜歡 我會建議說 就可以去買啊 就都買了 那尤其是像 Wembley這種特殊的版本啊 你也要去買啊 那像防衝狀的還有就是 我還有推薦一個就是 RF的這個 RF這個它也比較重 所以它也是落在 大概是落在他們之間啊 它也是稍微有點防衝狀 所以就是它也是比較厚的 所以這個它就是變成是說 這個也是看你啊 我個人喜歡這個型 而且它是這種防衝狀 那我就會去選 然後有的是像這種 它如果是比較稀有的啦 或者是比較特殊版本的啦 你就要趕快 你就要去搶啊 就是說 它可能很快就會賣完了 這種圖案 它賣完 那你全台灣你都去釣貨都釣不到 那你如果官網有 你就要趕快去買 所以它也是會落在這個 防衝狀這個系列 它就比較稍微厚一點的 就會落在這邊 所以你就會大概會了解說 喔我手機殼 我大概我的 我的level 我今天我是希望怎麼樣的 我希望裸機手感的 還是我希望有一點基礎的防護 然後比較輕薄的 然後還是說我希望這種就是可以 比較耐摔的 然後造型又不會太差的 那就是這樣子 那我跟你們說就是說 如果好的品質的話 現在做出來 手感已經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你們 要去買我推薦 就是我影片那幾個 我還是會把這些都連結 放在下面你們就是去買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不要買便宜的劣質品 因為那個你買回來 如果它做工很爛 那你就 你那便宜的錢也是花掉 也許它的成本更低 所以你買一次就買好的 那等一下的部分就是 我會再就這些 我會 因為我現在有拿到一隻 黑色的Promax 我就來裝Promax的這個gear 4的 給各位看 那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就是說 你現在以這種清水套 果凍套啊 跟這個 我認為是高的防衝狀的 三四米以上的 我覺得他們的手感 大概都差10克20克 差不太出來啊 其實是Promax 本來就很重 所以你 你其實這兩款都是 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會推薦說 你現在先考慮說 你到底是 你的環境是要真的很防摔嗎 如果你沒有很防摔 輕薄的 其實做的都很不錯的 那你再去選擇說 到底要不要是 玻璃的還是TPU的 好 就是說有Glase的 或者是TPU的 那如果你希望更強一點的 就是這種gear 4的 那就是可能你的環境 你要去運動或什麼 那我還是會建議說 你其實這兩個都是兩個都要啊 就是因為你的殼 你其實都用同一個 你久了你就會膩嘛 所以你可以輪流換嘛 比如說我今天就用輕薄的 我要去運動 我換大的 那手感都很好 它不會差很多 重點是在iPhone它比較重 但是至少 比較厚的 它是更防摔啊 但是它就會稍微 比較寬 所以你在握的話 當然會沒有比這種薄的 手感會在 就是它可能會比較厚一點 可是以現在做到現在 這樣gear 4這種手感都很好 那所以就是 這個跟你們去 分享這一個 怎麼選 那你就大概會知道 那我等一下 再來就會把 gear 4的全部的 就是再 用一次給你們看 因為我現在有黑色的手機 那我覺得蠻漂亮的 gear 4的也很漂亮 那那個 Speaking的那個 我還是就是用 mini的用給你們看 啊就是其實 Speaking的也是很不錯 然後 Hoda的也會用給你們看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我說這個 如果用黑色的手機 來裝會怎麼樣 這個是 Crystal Palace Crystal Palace 那這個是黑色的iPhone 我們來裝一下說 黑色的它裝起來會怎樣 所以黑色的裝起來就會這樣子 現在是用強光在找 所以就是黑的這種這樣 透明的就是這樣 黑的整體就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 你們通常如果要裝這個啊 就是盡量啦 盡量先擦乾淨再裝 這個是手機比較髒 所以就是會這樣子 來 我們就換下一個 然後 這個是 Piccadilly Piccadilly 所以黑的裝下去也很好看啊 Piccadilly黑的也是很好看 它就是變這樣黑的 它的周遭是變成黑色的 它的周遭是變成黑色的 這個是黑色的iPhone 它就是黑的 Piccadilly跟那個Crystal Palace 就是插在它旁邊 一個是透明的 一個是黑邊的 所以其實黑的你裝這種黑邊也很好看 就是大概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我說什麼特殊款要搶啊 就是這個 新黑的這個 這個是 Wembully的 Wembully黑的就是這樣 它就是更 更搭了 黑的就是這樣 Wembully黑的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Wembully這個我是覺得要搶 因為覺得很特別 就是這樣 所以它是黑的 Wembully我們 用那個 銀色的給各位看 這個是黑色的 用銀色的 Wembully用銀色的就會變成這樣 就會是 也是很好看啦 但是就是 差別就是 黑的可能它會 更符合 但是 這個殼真的很特別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殼還是要搶 謝謝 滑掉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那其他兩個就是 Gristal Palace 跟那個 Piccadilly 就 就先不用用白的 因為那個其他影片有 那我們再來看Hoda Hoda Hoda的這一個就是 金透的 我們這個金實的 我們來用黑的看看 所以它用黑的也蠻搭的啊 就是說其實 深色的用黑的都很搭 所以金實的如果用黑的又會更好看 它會更搭 它就會這樣子 那我試這兩個是因為它是燻黑的啦 那你如果其實 你如果透明的話 黑的白的 就是都差不多了 那我等一下再用透明的給你們看 那Hoda如果是用 用白的就是淺色的就是會這樣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也就是說我說這種透明的 透明的就是這種TPU的 這個 Spegan的這種 就是很輕薄啊 就是也很漂亮啊 Spegan的一個 這個是什麼 Liquid Crystal 就是這種 那我這是黑的啦 擺的應該也是很好看 所以就是會推薦這些 就裝給大家看 比如說像一些特別的版本啊 這個就是要去 就是去搶啊 那比如說有一些的是它有功能性的 這個也是 我是覺得蠻推薦的 那就是去官網去嘛 最後再談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TPU的問題啊 你們看這個好像會黃黃的 其實這個是因為打光下去 跟後面的這個墊子是黃的 所以你看起來黃黃的 其實它不會那麼的黃 那其實你普通的光照上去 它是透明的 但是你說這種會不會發黃 它仍然是會有啊 因為它還是會有發黃的 這本來就是它物理的特性 只是說 你現在大家做的技術 它就是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快啊 對啊 啊所以就是說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啊 TPU本來就是會這樣 但是你知道大家都會變黃 那我寧可還是要買品質好的啊 我不會再買那個就是做工很不好的 所以人家這種做工很好的 我就是會買啊 所以發黃這個問題 它是塑膠的一個 就是它一個特性啊 所以我不會去談說 它是不是一個缺點啊 除非它整個都做玻璃啊 可是也不可能 所以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 你就是去找出你喜歡的 然後 在大家都差不多的前提之下 你再去看一個 你喜歡的型 就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開箱開到這邊囉